南面三国十大战役 第十名 北洋之战 北洋之战是曹操与吕布开战的大战 出平二年 吕风趁曹操出兵在外 联合成功 张苗等人在外 夺取了曹操大尾名的演奏 曹操得的消息立刻带兵返回 不仅将吕布改出演奏 他一路打过吕布的大尾名和吕扬 双方在此展开大战 刚开始曹操不敌吕布 曹操差点被火烧成了 幸好大将延续领导 同将生日大战的曹操就冲 后来曹操将棋跌进 打装自己身亡 命全军挂笑 吕布清皇大义 不知实际 于是率军追来 结果大败而追 当年秋 皇戴四起 两军战尽狼爵 百姓相逝 于是暂时休战 三年后 曹操重整起步 一举攻破绘扬 吕布只能率力参举 投奔局中留备 此战之后 东军眼中敬归曹操 曹操因此实体大增 按照战役规模和战役成果 此战当代为时 第九名 铜关之战 铜关之战 也叫魏南之战 是赤壁之战后 曹操经历了第二次大战 此战参战双方 分别是曹操和马超韩岁等人 组成了关中文军 赤壁之战 曹操大败于孙柳联盟 一致放弃南下 转而向西方的关中之地出兵 两周本地的马超 韩岁 询文起讯息 联合关中十余个大小势力 组成关中邻居 以此对曹操 此战 曹操出兵十万 关中邻居九六十万 其出西凉农封标喊 他将威武 曹操被打割发 心豪 王费不堪 后来西凉等凉草不计 曹操就趁机 好失离建计 与所有交交的韩岁 大塔罗不正式 还给韩岁写了一封 故意图摸过后的词试 然后故意对马超探索 之后曹操趁两人 互生疑斗之时 主动约定出兵一期 此战将关中邮将 凝乎斩杀战战 只有马超等将领 败退南州 从此曹操在西北 再无后顾之英 农官之战对于曹操来讲 是饼上天花 对于鼠物来讲 又没有太大损失 国儿排在第九 第八名 入落之战 入落之战又称洋人之战 此战发生于 村坚与董卓之间 东汉墨 董卓专权各地豪强 扑满董卓肆意妄为 于是奉袁绍为盟主 共举一旗 放发董卓 放发董卓的联盟中 只有袁树和孙坚二人 所以董卓对二人 最心滑胜碳 出品二年 孙坚转战梁县 被董卓步将 随荣所败 孙坚收集一步 退守扬人 董卓未解决 孙坚军危险 派大将吕敬 陈俊太守胡志 帅五千铺棋 为宫里二人 因此胡志 以梁树大人身份 指挥全军 吕敬仅仅是胡志的护教 但吕敬刚毕自用 不甘于屈居于胡志 于是他们二人 传生侵吐 导致董卓五千铺 不断政党 中间不这样而撑 后来 曹董联盟的实力 越来越强大 董卓不敌 只能放弃 吕敬城卫 他走之后 中间就 吕敬入洛 占领了洞 所以这场战役 又叫 入洛之难 中间一跃成为 祝福中持手可热的人物 宋伍的时代 从此拉开尾路 入洛之战 对宋伍的影响巨大 但无论战役工作 和参战人数 不及其他大套 终于凡人自发 第七名 河北之战 河北之战 是孙城和唐超自行 的反弹 这场战役 从奸安13年 又至达到25年 移居与刺了47年 期间 河北祖部发生了 六场情统 导致城堂大化 最后 宋伍对桃尾遭灭 还能为此保护 这场战役 因为历经时间之长 冲冲四手之多 双方兵力 只得不好攻击 但始终记载 孙权兵力 备于桃尾 但因为孙权军力 不是岸路战 所以并无战绩 佳安20年 孙权撑着 曹操和刘备 在寒独大战 出兵合肥 为了打下合肥 这块主力双减 孙权曾六七败 兵攻打 其中五次轻致带兵 结果一维权军大将 英武上战 冲冲 于世安陆战的原因 无一战绩 但这场战役时间 跨渡至长 乃是三国仅有 且此次战役 对为吴双方来讲 都是得不偿失 排名第七 无可攻击 第六年 苍平之战 安宁之战 又称平切之战 是袁绍与曹操 在关渡之战 后的第二次大战 这次大战 让曹操的实力倍增 惩罚悔创 建安六年 袁绍在关渡之战后 再度击杰兵们 打算讨伐黏操 关渡之战后 袁绍虽然损失了 数十万大军 元气大伤 但他所占领的河北 人口中多 袁绍跟姬海家 拜于曹操之后 袁绍兴有特战 于是击杰兵马 率领曹台 曹西领星星 再进来一下 地图过平丘之后 地图过期 攻击下 弘是国家 一眼看清额上的一图 于是再次见识下 曹操亲战大军北上 双方在超级的马路相逢 此战中 曹操的谋势 成立 现象成变蛮不处 虽然台湾的主动 退到黄河之战后 一一袁绍后来 重复飞水一战 江袁绍 退步黄军 此战后 袁绍被拦了元气大伤 败物相侵之敌 周次曹操北方霸准的身份 不满 此战根据战业成果来看 生活巨大 所以多获很无法定 第五名 荆州之战 荆州之战又称湘海之战 荆州中国战 关羽大义是荆州 一汉之战 荆州之战 是去帝之后 第二次为主三国大奔战 此战 此战 属坏中方三万 曹操武五万 东武 不开始 战安二十四年 刘备与曹操在汉州大战 关羽不在汉州兵食 送刘备之命 出兵荆州北方的场场 荆州之战 打开围络 当时 这种谈情的 是曹操将农的离界 驰逢尖将连连大鱼 与今收听于天象 轻易被关羽抓获 于是降死 曹操大军虽然兵多将狂 可既要守在汉州 又要跟吴国争作为 曹操本玉 避其锋芒 后来在司马懿等人的劝说下 决定连无巨矢 孙权同意 命旅蒙出兵 以及关羽 关羽不想无军 会突然出手 翘首不及 于是只能败走败城 后来又和其子关平 被孙权手下将领 马庄 刺激成龙 荆州也随之对孙权 尸入囊珠 此战牵扯之身 寅谋之险 影响之远 在三国时期 七指可数 此战之后 三国势力的强弱之分 逐渐明朗 距此 阴盘第五 第四名 汉中之战 汉中之战是刘备与曹操 在赤壁之后 发动了最大战地 最后刘备和胜 带领汉中后 成为汉中王 这是刘备与曹操二者之间 发动的最大战争 双方大将云集 刘备一方有 张飞 马超 魏延 赵瑜 黄忠等大将 曹操一方 由夏侯烈 草修 武皇 公怀等大将 此战 刘备 精进实力 一百子单战 一百子单狱 有人的名字 刘备的共出兵十几万 曹操 对于北方 经历 出兵一场 出兵 出兵 列世三国证实 一小时多的 住兵战友 刘备前期 故地草举 出兵战友 但后来皇宫 趁机斩下 曹操主主帅 向文艺攻守 战族逆转 随着接了过程 大坏 最后 曹操主兵战友 被偏离 攻击传攻 成功才认为 任何时刻的战力 马上一刺 则在精英抄战魏图 对魏蜀两国 尤其是所谓 而成功的 冲战友 魏战三国证实 的冲战友 刘备 来 第三年 李伊人冲战 伊人冲战 是三国后期最大的一场 防御保育 也是三国三大战争的 后终 刚五年 刘备 未报关于此朝 不顾诸葛亮等人的劝阻 执意发兵 逃跑东吴 此战 蜀国出兵五万 东吴输出兵五万 双方兵力胜兵力 但刘备手下 武将英勇 一路势力克服 东吴就和不成 就任务年轻将领 战旭 为大都督 出兵力靠 双方在一铃之地 假装手下 因为蜀军强盛 武将先属敌其封房 持有力力优势 将蜀军破了半年之久 后来蜀军先不稳 进去 趁机点燃了一把大火 将蜀军 消杀在此 蜀军只能望过而遭 此战之后第二年 刘备死于白地城 中吴请蜀国的实力大战 蜀军之战后 游入中间的势头 不见中文 伊零之战后 蜀无两国元气搭伤 未夺五天上风 根据历史印象 再来看排名第三 第二名 关度之战 三国三大战役 第一 创破最大的猪猴战 袁绍 就此败北 猪猴势力 成功洗牌 而成就了曹操 称霸美方的根基 此战是三国时期 也是中国历史 著名的有少数多 以弱政策的能力小战士 接下来五年 曹操与袁绍在关度大战 袁绍兵马十几万 曹操兵马十几万 袁绍手 创破最大的猪猴战 曹操与袁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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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袁绍起了 高度纪律 又一切 后来曹操与袁绍 让袁绍对手下 模式生意 凝视国家的 互分契元同价 对曹操出手号 关度之战 毕竟一年之准 最终比曹操大事 袁绍只带着 八百奇迷仓皇挑战 此战之后 北方无论和曹操抗 三国中第一强国 魏国 三国之战 根据历史意义 和战魂来看 关度之战 安排 第一名 赤壁之战 三国 三大战予之一 关度之战后 曹操兴整兵马 马上南下 一举 红结万事 刘备 自敌曹操 于是与江东 孙伟 与曾孙柳联盟 和曹操分成抗战 最终 孙柳取的胜利 奠定了此后 数十年的 三世天下的平面 此战是三国时期 最著名的一场战役 也是中国历史上 第一次 大规模江河主战 赤壁之战 曹操自称 所率八十万兵马 但其实只有二十万 东吴特兵三万 与刘备所率两万 合在一起 共有五万兵马 曹操兵力 处备于苏牛 可曹操来自北地 不擅长水战 于是 曹操就将战船首尾相连 让人马在船上 如履不易 东吴将领黄盖剑子 提出火攻的计策 于是赤壁 这一把大火 是曹军损失惨重 再加上曹军 随苦不服 异病恒生 曹操无奈 只能重回北方 从此天下三分 此战是华定三国的 决定性战役 当排三国师大战役之首 你还喜欢三国的什么 欢迎在下方 这陆区交流探讨